属鸡的朋友命宫中福星高照 因此今年的运势相当的旺 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困住 但可以轻易地化解 迈向成功之路 今年应该多伸手助人会有散报 对人对己都会有好处 可惜会有卷舌凶星的出现 因此言语必须要谨慎 以免招惹口舌是非 而异小人陷害 正所谓名枪一挡 案件难防 谨慎为宜 一是多忍让多付出 不要过于计较 有时间多清净大自然 让身心能得到放松 便可以平安地度过流年 今年您的失业印将会出现许多良机 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否则错过良机 以好印擦身而过 求学英试的朋友2015年会有不错的考运 事与把握机会 借助贵人斗帮助自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年您的财运频频 容易财来财去开销大 要注意自己的收入与支出的平衡 量路为出 女性则有小偏财 只事于小赌 见好就收 最好保守求稳 凡事量力而行 平时多加益储蓄 以备不时之需 闲暇时需要与家人多沟通相处 小心 家运适合导致破财 最终人财良师 您今年将遭遇感情的撞击 不断地面临优惑 由于天上破碎进入夫妻宫 属机的朋友容易受到叛逆 冲动或者情绪的干扰 可能对另外一半失去的感觉 企图冲破婚姻的底线 如果你家的大门开在煞位 则会加剧婚姻的危机 第三者的卷路 会引发轩然大波 甚至会闹家丑外抱 身败名裂 因为年逢寡数 未有恋爱的男女 桃花运落 所以不要包着太大的期望 建议暑机的朋友 点盏年花光明灯 帮助和谐家运 花煞解恶带来光明 健康方面 女性体质较差 容易出现子宫 夫妻系统的问题 严重者需要动手术开刀 尤其是在1月 3月 7月 10月 这4个月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打算今年搬家 或者装修的朋友 一定要请专业的风水师规划 好格局 化解暑机朋友的健康运 您的信用号码为 0942